欢迎大家进来 嗨 哇 这很难得 我竟然在这边做直播 现在我就要demo 怎样从MacPad上面 跟这个电脑上面 做一个无缝连接 你只要有了MacPad 你只要有了MacBook 你就可以哦 不需要Cable 很简直方便的 OK 华为PC Manager的 这个简直 按Tablet 然后它就会找到 自动GoTube搜索到MacPad 11的 这样 这样我们这边有三个模式 Mirror Extend 还有Collaborate Mirror主要就是 屏幕的东西 放去大屏幕看 还有Extend Extend Mode就是 平板 变成我第二个屏幕 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Collaborate Collaborate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 不需要Cable 把东西搬来搬去 MacPad 11 蓝蓝绿 10.95寸的 大屏幕 它有120Hz的刷新率 然后第二个卖点我比较喜欢的是 它的M Pencil 它有一个功能叫做一笔成形 一笔成形就是哦 你可以画一个 可能你画圆形你画不圆嘛 当你画 到最尾的时候你停一下 它就会自动变成圆的了 停一下 看到吗 我是不是太假了 第三个就是它的电池容量 它是7250毫安 最后一个就是声音上面 因为它是Harmond Carden调音的哈 变更难了 我这一款呢 Nova Bud Eye呢 它的主要镜头 可以看到后面是有四个镜头的 OK 它的主要镜头呢 是64MP 然后呢 我觉得讲 我们这一个相机呢 它支持这个8MP的120度的这个广角模式 然后除此外呢 我们还有微距镜头跟深度相机 还支持 它的轻辑 你可以看到它的轻辑是非常的大的 轻辑呢 是6.67寸 看C啊 哪里打电码 打完都没有问题 哇 它的镜头设计哦 真的是 请所美啊 我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镜头设计的 它这个呢 是64MP的四镜头 OK 第一张照片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消防圈的哈 结果出来 Nova Bud Eye它的显色度是最还原的 这张就是用白天广角 Nova Bud Eye可以做到120度的广角照片 所以我是从草丛哦 这样子拍过去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它好像可以拍到蛮多东西的 这个是用2MP的 微距拍出来的 这个 我要称赞一下 因为我那时候有用Nova Bud 去对比别的手机的夜景 因为当夜景拍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办法 灯光不够 你捕捉不到这样的细节 但是 它是可以捕捉到 因为它有 超低夜景模式 它还没有什么好讲啊 就是32MP的自拍镜头 OK 大家不要再看我 那么自怜的自拍了 谁来的 英朗里所使用的是我 是老娘 哈哈哈 这样我们讲完镜头的部分 我们就到了它的屏幕 90Hz的刷新率 曲面屏 华为的手机充电 真的是 没有什么好质疑的 因为真的是超快 很快很快 66W Super Charge 15分钟就可以冲 60% 35分钟可以冲满 7.64mm的 然后它的重量呢 是169g OK 好的 我们的直播 其实到这里了 然后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了 我们一起跟观众们讲 拜拜 123 拜拜 拜拜各位 国庆热快乐 拜拜